大家目前市場上非常關心 就是AI晶片缺貨的情況 我們來看到劉董市長怎麼說 他說當前並不是AI在缺貨 是先進奉裝COAS的產能短缺 造成現在的情況 那麼因為需求突然暴增 是過去一年的三倍 現階段要盡量滿足 但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最多就是八成 那他說一年半之後 這個產品部件可以獲得充分的支援 那麼估計十年內 多顆晶片組成的GPU的電晶體 會突破一兆個 那這個部分可以看到就是COAS的部分 那莊顧問你之前上禮拜跟大家分享到 你說其實COAS這部分要大規模量產 難度是很高的 是 其實COAS的封裝的話 晶片都不是問題 它最主要的瓶頸是在它的製程 它的良率 尤其是產能 那這涉及到載版 那載版是屬於一個資本密集 屬於技術密集的 所以也不是普通人可以投資 所以在這一段造成一個產能的瓶頸 那尤其是COAS的封裝是屬於高端的設備 動輒一台設備都是五千萬一億的 所以台積電在銅鑼廠一投資就是要八百億 那另外就是在COAS的封裝裡面 針對載版的要求是相當高的 因為它是一個半導體的製程 理論上是要做半導體的人下來做PCB 那反而是PCB的人在做半導體的製程 那它對均勻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至少要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但很不幸目前載版的良率 大概是只有六到七成 所以他們想要爭取到八成以上 都是很困難的 所以劉德英董事長也出來安撫大家說 不是問題 明年以後就是一個大突破了 所以COAS這部分跟這個PCB 跟載版的狀況也是會有聯動性 是 所以我長期看好就是這個載版的發展 好 你很看好PCB應用在AI上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到底PCB接下來有多麼的重要 這是一個PCB的產業鏈 那我把它分成上中下游 那上游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銅箔 環氧素質 還有這個不織布 玻璃纖維這些的 還有相關的生產設備 那中游就是銅箔基板 所謂俗稱的CCL 那還有所謂的軟硬板 還有這個IC載板 下游就是各式的產品 那這一張圖 造就了北台灣的富豪區 就是從爐竹 大廚 桃園 一直到樹林 因為很多都是做生產設備的 檢測設備的 那台灣最大的環氧素質就是誰 南亞 南亞塑膠 那最近很夯的 剛剛我們的分析師也特別提到的 就是金居 它是做銅箔的 那事實上CCL就是銅箔基板 對 這就是所謂的那個 最近也很夯 對 西線樓三雄 那接下來還有載板三雄 是誰 IC載板 所以這整個的產業鏈 就相當相當的大 那為什麼在AI裡面會這麼夯 一個就是銅箔基板 銅箔基板應用在PCB上面 另外一個就是載板 那相對它就是有很多很困難的 譬如說以載板 載板的專利 ABF事實上是一個材質 另外一個更通用的 就是所謂的BT材質 這兩家都是日本的大公司 BT就是30瓦斯 ABF就是日本的未知爵 這個集團 它一榜專利就是20年 所以你這些原素材 都是沒辦法動的 那這個是載板 如果CCL的話 就是所謂的 現在就是要用在AI的話 它就是要低損耗 因為它是一個高能耗的產品 高速運算 所以它需要用到什麼 這個極低損耗的 Super Low Loss 一般的多層版或HDI 只要用到Low Loss 就好 這個就是關鍵 誰做得好 就是類似台光店他們 所以銅箔機板跟這個載板 是你覺得這裡面的亮點嗎 它在技術面跟投資面上 都有這個投資的互承核 我們繼續看 這個就是一個CCL的銅箔機板 其實很簡單 上面是銅箔 下面是樹脂 接下來還是銅箔 這個就是一個很關鍵 它有一個不同的厚度 滿足不同的PCB應用 有些可能要度到30米 50米的 中間就是一個不織布 這整個CCL做起來的話 這個密合度要做得非常好 因為它的能耗損耗要非常低 所以也就是所謂俗稱的這個DF值 要小於0.05 這個就是超低損耗的 這個材料成本也是相當高的 當然未來的售價就是會非常高 這個就是一個PCB的分類 PCB的分類你就把它分成硬板 軟板 還有窄板 硬板的話 台灣以前就是做單面板 多面板 接下來往哪裡去做多層板 像滑通 針頂這些都是做多面板 再來就是做什麼 高密度的 像星星 像針頂 它們也去往HDI去做 這個就是所謂高密度的連接板 窄板的話就是BT跟ABF 這兩個是關鍵 30瓦斯的專利已經過了 現在就是未知覺的ABF 目前最夯的就是這個 所以這三塊裡面最夯是IC栽培的這一塊 是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看到的是 因為目前的產值的話 台灣目前是世界第一 是 中國還在我們後面 所以這裡面的話 PCB接下來產業的變化會怎麼做 我們台灣的機會在哪邊 台灣的機會的話 就是各位我們從世界的產值來看 台灣是佔多少 35% No.1 第二是誰 中國大陸 第三是誰 日本 第四是韓國 所以他們現在你看這個 幾乎都是雙倍了 對我們什麼 望塵莫及 台灣跟大陸原本是很接近的 自從我們做了AI的網通 AI的還有什麼 窄板之後 整個距離未來就會拉開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2021年 2022年 去年雖然是疫情 我們還創造一個最高產值 是868億美金 今年當然稍微差一點 會掉下來到831億對不對 那這是未來我們要去把它 雖然今年2023稍微差一點 但是未來的話會連續四年的成長 所以這就造就台灣另外一個什麼 造源產業 所以我們真的不要小看PCB 那未來是一個很大很大一個產業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台灣的PCB產業的這些業者 非常聰明的往哪裡走 往AI走 往IC雜板走 往這個高密度的HDI去走 那這個就是我們 產業突破一個很大一個地方 那為什麼AI的這個伺服器有沒有 可以帶動整個CCL的產值跟規格 那就是說它為什麼這麼夯 就是AI伺服器去帶動了這個 整個的產值跟規格 一般的這個伺服器的採用的等級 就所謂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所謂low loss 低損耗就夠了 但是在AI伺服器你看 它要做那麼多運算 能耗那麼高 所以怎麼辦 快速運算 它需要對材質的要求 就特別要求 所以它需要一個什麼 super low loss 就是超低損耗的等級 那這個就會造就一個什麼 uniprice的什麼 unicost unicost提高了3到4倍 unicost提高了3 4倍 那代表什麼 產值就會提高3到4倍 變貴了 第二個 普通的伺服器的PCB的層數 大概十幾層而已 但到了AI伺服器的話 要double 所以你把這兩個相乘 你就知道 AI伺服器未來用的什麼 那個產值 就是一般伺服器的6到8倍 所以我個人看好就是什麼 未來產值將大爆發 OK CCL產值 那為什麼大家說 CCL相關的個股很多 為什麼台光電的股價 就是特別的多數一值 為什麼台光電 股價最好 股價最好 因為本身它就是輝達 4連S伺服器的提供者 那它在加速劑它也提供 通用板它也提供 而且它本來就是什麼 蘋果 銅箔基板的主要供應3 那Q3又是什麼 整個產業的旺季 因為蘋果手機要發表 然後各況它在什麼 本身的HDI銅箔基板 它的市佔就已經高達7成了 也就是說吃了7成之後 剩下兩三成給別人 那它股價不高誰要高 所以現在法輪菇 該有的都有了 該有的都有了 它今年就是10到15 甚至明年 這裡很保守 有人已經看到25了 平均大概在22上下 所以這就有很大的想像空間了 好 那這兩家 為什麼它叫做三雄 大哥在這裡 小弟就跟著走 所以小弟是誰 聯帽跟台耀 所以它就雨落均沾 整個就上來了 這個就是在CCL的這個部分 然後金像店 現在雖然是很夯 但是我剛有提到 你HDI也好 你在做這個相關的載板也好 相關的線路也好 其實差別在哪裡 CCL 他們本來就會做多層板 做HDI板子的人 他只要跳進來 誰 老大哥是誰 真底 第二是誰 星星 第三是誰 華通 最近也很夯的 剛剛我們分析師有提到了 見頂 所以這個部分 未來它會有很多的競爭者 但是未來一到兩年它還是好的 所以你看 今年它可以6到8塊 明年大概就Double 後年就往上去 所以股價大概會成長2到3倍 另外還非常看好的是ABF 宰板三雄 產業測試當然是技術門檻也比較高 投資門檻也高 所以內行人看的技術力 顧問說跟我們一般人看的不一樣 是 宰板三雄 就是所謂的星星南電跟景碩 這都有故事的 南電就是什麼 有家底 它是台塑南亞集團的 所以它本身 它就是很好的家底 那星星 星星老闆是從聯電系統出來了 當然它現在還是聯電轉投資的 所以它們有很多的歷史故事背景在這裡 那整個ABF的產業特色的話 首先第一個投入資本要相當高 而且它要連續投資 不是你今年投資就好了 所以今年投100億 明年可能要Double 後年可能又要Double 所以動輒就是幾十億幾百億上千億 而且要必須連續投資 沒錢了你就大概拜拜了 第二個技術門檻相當高 我剛剛有提到它是屬於半導理製程 絕對不是普通的PCB製程 所以一般的公司不易進入 所以為什麼會有宅版三雄 聽不到四雄五雄 永遠就只有星星 南電 景碩 難度相當高 資本很密集 第三個 剛剛有提到 鍍程的要求均勻性要很高 因為它會影響到產品的可靠度 你這個上面是擺AI的晶片 我是一個小小宅版 雖然宅版也可以賣很好價格 但是一個你看現在動不動 一個AI的伺服器 GPU嚇死人了 你這個如果信賴性不好的話 影響產品的整個可靠度會很嚴重的 第四個 良率必須不斷提升 我剛剛有提到 現在大概良率到六七成 即使你提到八成 你還是很大的Loss 也就是你必須要良率不斷提高之後 這個成本才會下降 成本下降了 毛率才會上升 這是很關鍵的 另外 政管會也好 尤其是國際上 未來在材料使用 都必須要很友善 要減少污染 所以這個 我看好它的特色就是說 新興 今年大概就是2023 EPS大概7到10塊 2024大概9到23 2025 11到27 這都是法人估的 南電 當然今年就大概20來塊 明年也就是20幾到40 景碩 比較特殊 雖然沒賺錢 目前股價還是在100上下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 ABF宅板三雄這邊的看法 OK 你最看好的是 我最看好的就是新興 新興 為什麼 因為新興它的技術 就是它敢投入資本 第二個它的技術層次是比較高的 尤其它是有半導體的背光 就是真董 它是從聯電的廠長 晶圓廠長廠長 出來開新興的 OK 我們從基本面 謝謝顧問的分析 謝謝 操作面上我們來看 PCB剛剛講到很多技術 還有一些門檻的資本的 這些護城河 另外的投資重點 操作面上 因為很多股價其實已經反應蠻多的 現在可以怎麼做 剛從技術面來說 已經告訴我們很多技術面的護城河 當然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很多產業它的護城河不一定帶技術 有時候規模經濟還有客戶 會成為PCB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護城河 我們舉例 剛剛提到了HDI版 今天一復甦 今天這台手機大家都不好 所以你不覺得滑通很好 等到手機一復甦 就像現在 華為說第一手機賣的好了 大家第一個能想到的就是滑通 所以你看 滑通為什麼一根長紅過所有的壓力區 因為大家只要想到一復甦 就先選龍頭 所以這叫規模經濟的護城河 所以不只是只有這樣 那滑通是HDI的護城河 我們再講另外一個 這家公司 我們不能說它毫無技術 但它的技術是大家看不太懂的 因為光電板一直不是要多多層 它要四層八層 就差不多光電板就這樣的成績了 你看 這比起16 32層或HDI 遠遠不及 但你知道智商每年賺多少錢嗎 智商每年都五六塊在賺 你比它的配器 永遠都理不完 那為什麼 因為光電板就只剩我了 我才做光電板 我雖然做的不難 但是你們想切入 拜託 你們怎麼來跟我比客戶 我的客戶就都是我的 所以我要說的是 不只是只有技術的障礙 像這種規模的障礙 它就產生了一個進入的障礙 這些都是很好的一個定存的一個概念股 因為它的規模就在這裡了 那如果再能夠加一點客戶 那什麼客戶最喜歡鎖定 就是車用 或者是國防用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對於他們的客戶的認證 對於他們的供應鏈有完整的要求 所以不是今天你說 人家賣兩塊 你賣一塊八 一塊八它不會讓給你了 因為這就是長期的認證 那就像這個精神科 6191的精神科 這個一路長紅 那為什麼 它真的就賺五六塊 這就是一個很穩健的公司 那另外一個比較高成長的 這以前也講 叫定銀控股 那它為什麼會互換高成長 因為它打進了特斯拉的供應鏈 它在武漢的黃石廠 那大家知道特斯拉的中國廠 也就需要很大量的一個 PTB的一個應援 那它也進來一個新廠 所以股價出現一飛沖天的狀況 那為什麼特產要選擇它 因為就是鎖定了 所以說在車用的一個部分 或者說以前我們看 因為它這個是匹吉泰來股 因為之前發生過一個火燒 那火燒了以後 現在的產能開始恢復了 所以在車用的PTB裡面 如果要搭配電動車 因為對於車用的電子的需要 那這些人他都他認證過了 所以更加增加它的深度 所以我剛剛已經從技術面 來告訴護神盒 這是我從客戶 還有規模來跟大家提 這些也都是相對穩健的 一個PTB的一個好公司 OK 給大家做參考了 我按操作面上 我們繼續來看的是 PTB上有原料 這個玻璃纖布大廠 台玻 技術面上你說它有一個 神秘的操作慣性 基本上當你面對到這種 大牛股 其實大牛股有一個 很簡單的操作策略 你要跟外資稍微顛倒做 怎麼講呢 外資買2萬張 它只要漲2塊錢 外資隔天一提款 它馬上賺4000萬 你知道外資它不會賣嗎 外資很容易今天大買 明天變成大賣 所以說當外資開始提款之後 你看它股價真的又跌下來了 那它有一個有趣的狀況就是說 它每次只要漲 就會再跌回到起場點 這次又來了 只要漲又再會跌到起場點 所以說如果未來或下一個禮拜 有機會來到18.8的話 應該算是一個不錯的機會點 OK 這個18.8給大家做參考 你還另外看好是AI的 這個概念股紅基資訊 你覺得適合小白 這麼說 基本上這一檔股票 可能很多小白說不適合 為什麼不適合 他做什麼的 誰知道要做什麼的 對不對 只知道紅基資訊 小白看不見了 對 看不見了 只知道它是紅基集團旗下的 一個所謂軟體公司 基本上你就把它想一個 非常簡單的東西 今天特斯拉 你買特斯拉進來 它是硬體的部分 可是如果說你沒有那一套軟體 就沒有辦法達成 自駕的一個所謂的狀況 所以紅基資訊 它所做的東西的話 就好像一個企業 它去買AI的伺服器 可是如果沒有做到軟體上面的整合的話 這個AI伺服器 是不適合這個企業的 所以它大概是做這樣的東西 那如果說你仔細觀察 它的營收的話 也是連續性的一個成長 那麼不管適不適合 小白 老白 大白 我還是給大家一個 非常簡單的建議 我們都會找最近 一根藏紅K棒的低點 也就是330塊錢 那330塊錢 只要沒有形成跌破之前 配合它三率三升的邏輯之下 應該有機會再回到375塊錢 之前前波平台景點的位置 所以你覺得這個330這個是可以介入的點 對 那麼375就是 賣點 就是相形的賣點 所以這個操作難度也蠻高的 就在這個中間 就是要動心忍心 然後不要照進 不要照然出手 尤其現在台北股市沒有成交 這樣千萬不要 一根突破跑去追 很容易買在天花板 然後不妨等它壓回到5日線 或10日線 或是這條平台景點 再進場佈局 然後顏色 紅K棒的低點 跌破當作停損 紅K棒的低點當作停損點 給大家做參考了 我們在外頭來看 中國經濟 我們討論很多次了 現在有最新的購物方案 對目前成長力道會有幫助嗎 馬上再回來